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钟 我现在在非洲的多哥 小钟准备给大家分享一下 非洲的街边饮料是怎么样的 这个就是他们当地的水果摊 然后呢有一些像羊桃啊 菠萝啊还有芒果 还有这个橙子 包括生姜什么的 然后这个玛达姆现在正在给我做果汁 我点了一个芒果和橙汁的 现在是要给我炸这个了 然后他现在要给我炸果汁了 像他们这个水果摊的话 一天也可以卖很多这种水果 大家看我脸上全都是汗 因为特别热 像西非这边的话 基本上每天白天都是30多度 然后呢很容易就出汗了 所以在街边呢就有很多这种卖饮料的 现在玛达姆正在切菠萝 他们就直接在这样的水池里面洗 然后现在是准备炸菠萝了 因为我点的是混合的 就街头的这些水果摊啊 还有什么的都不是特别的干净 这个非洲的市场呢还是挺拥挤的 现在是要过绿吧好像 这个是菠萝汁 然后玛达姆手上的是芒果汁 这就是菠萝汁 这个是菠萝汁 嗯 然后玛达姆现在正在给我混合 这个芒果和菠萝 喂 就一杯这样的饮料的话是6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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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把这个冰给砸碎的 这个玛达姆长得还挺好看的 一杯这么大杯的差不多才5 6块钱 还是挺便宜的我觉得 小冬就要喝这个饮料了 还是挺好喝的我觉得 然后呢这个杯子也是超大好的 比我脸都大了是吧 一杯这种纯的果汁才5块钱6块钱 然后里面呢有芒果 菠萝挺好喝的 挺甜的 还问我要不要加糖 很不错 如果在非洲这么热的天气 喝上一杯纯的果汁 纯的冷饮的话 还是挺幸福的 喝饱 好撑啊 好了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今天小冬给大家介绍了 非洲的街边冷饮店 我下次呢 小冬会给大家介绍 更多的非洲的一些生活情况 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小冬 给小冬点赞 谢谢大家的观看